国会改革法三读通过之后 到底是谁不想修复朝野关系呢 各位朋友我们看到了 立法院长韩国瑜召集了蓝委 希望暂缓推动冲突性法案 可偏偏同一个时间 绿营在替新战场 他们提出了废考监院的修宪案 要逼韩国瑜表态 目的是什么 挑起蓝营矛盾嘛 我还来告诉我们 历经激烈的国会五月天 韩国瑜努力要去当和解的缓冲电 可是有人好像不想和解 好 俊阳开吓报信的观众朋友 很简单 未来四年我的注写其实就有一个 今天先偷 就讲完以后呢 接下来半年 接下来一年 接下来四年 都是同样的标题 叫做担忧但不意外 就对于未来四年两岸的关系 对于我们核电 我们台湾会不会缺电 对于朝野会不会互斗 对于两岸会不会打仗 唯一律都担忧 但是现在这个发展完全不意外 观众朋友先讲立法院 韩国瑜院长在上礼拜五 五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你看他可以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在这个立法院的三读 修法通过之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聚一聚嘛 对不对 所以聚完以后呢 他跟国民党立委说 其实这个各方解读 因为我们没有听到韩国瑜本身讲 是这些国民党立委出来跟大家讲 韩国瑜很担忧朝野冲突啊 韩国瑜很不满 明明朝野讲好就是三个干部三长嘛 那你今天就是柯建民 吴思雅吴跟庄厉九 为什么后面有个中嘉宾 不要这样干 韩国瑜对于朝野的冲突 对于虽然通过法案 你看我上次不是讲吗 他做到这边表情很严肃 对不对 他对朝野的对立 跟立法院没有协商 非常担忧 所以他告诉所有国民党立委 是不是可以让院长 好好拜托一下 不要再推冲突性法案了 多推民生法案 而不要那种民进党会 全部冲上台 与死网破的这种法案 所以不是做蓝营在国会的堂口 他要做全民的议定啊 对那我要补一点 因为其实你今天看各大报 对于这个参会当中讲的内容 我刚讲完这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是有的报有写 有的报没写 韩国瑜也讲了 我先在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话 就是他认为说 是不是以后这个法案要推的时候 实质在委员会先讨论好 不要委员会没有深入讨论一条一条 就直接送到院华来二读 大概就怕嘛 对不对 先在委员会讨论好不好 这也是韩国瑜院长 他觉得说 他有点忧心 这样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朝野是会互相继续对立 然后他多次韩国瑜阳都没有用 所以他希望朝野能够多沟通 另外一位 大家跟大家讲 你现在这样朝野能沟通吗 我先讲这个 然后再讲李燕秋老师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讲说 不要去推冲突性的法案 他可以跟国民党 这个动之以情 说是以理 可是民进党他管不了 现在只跟国民党立委参训 民众党跟民进党还没 那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立刻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 是什么 就是修宪案 不是只有这个法案或预算 是修宪案 他修什么 要修宪改掉立法院的 改掉宪法征求条文 把这个考试院跟监察院给废除 将考试院的权力 并到行政院 将监察院的权力 拉回到立法院 那这一次国会改革 不就是 要把这个国会增加调查权吗 那你把监察院的调查权 拉到立法院 那你应该顺手 把监察院废掉不是吗 好 那今天陈丁飞提出这个 总共有29个立委 加他刚好30个 可是眼界人就发现了 你带起来 为什么这么多 有没有 王世坚啊 郝林处英等等 怎么就没有柯建民 所以你柯建民不认同吗 这是民进党的版本吗 大家在讨论 今天早上刚好遇到陈前飞 我就问他 他说没有啦 他说我们这种 委员提出 不管是预算或法案 或者是这种修建案 柯建民总之后不会连署的 而这个也是民进党长期 他说他已经当立委 第四次提案了 他就要废除考建院 可是你说要废除考建院 但问题是 国民党看起来并没有要跟进 当然国民党不支持 这个修建案基本上已经凉掉 我怎么看都觉得 他根本不可能会过 好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朝野和解 有没有曙光 你刚提到的燕丘姐 为什么他会讲说 根本没有可能 因为有人就是一直逗啊 燕丘老师 他其实基本上 针对于赖金的这种 上台到现在 我现在虽然只有短短几天 十几天 可是他说每一个东西 让他看的都不满意 他说两岸的部分 你讲成两国 然后在国内的话 大家修法 你说黑箱 所以既激怒对岸中国大陆 然后也在这个国内 去把蓝白打成是 中共同路人 然后在所有的这个 包含连这个蒋万 他也把他拿出来讲 你蒋万安市长 为什么他警察局二选一 然后平民选了以后 你又不给选 所以他认为 赖金的总统 就是一个斗鸡 他根本没有总统的格 写这篇文章 也很多人认同 他是重批的赖金的总统 但是赖金的总统 他现在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刚讲 既然你要修考建院 可能出问题 那大家又有院计方面 又要复议又要修宪 是不是可以组一个院计调解 因为院跟院直接 如果有汉格的话 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 总统府已经公开说 没有这个计划了 所以赖金总统并没有要介入 那之后呢 就是蓝的蓝绿的绿白的白 他就回过头来 那为什么民进党要提这个修宪案 那陈提宴是提爱人 他说 我已经提了三次了 好不好 在立法院的103年 106年 109年 他都提过了 所以他要提废考建院 那我就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 柯建民为什么不联组 他说不来 他就没有签 陈局是院长的 陈局会不高兴 他说不会 因为国际上早就要废掉监察院了 但是我刚讲双四三门槛 对不对 金刚哥 所以只要国民党不加入 我就讲一句话 他不进场开会 就没有85席了 那国民党现在状况 跟大家报告 目前的状况 党中央主席朱立伦 他已经讲了 他反对这个修宪案 他认为可以把这个预算给冻结 或者是砍预算 他没有钱运作的时候 虚极化就好了 不需要修宪去废考建 那既然主席这个意见 即使总召傅废计讲说 我一定废掉监察院 看来傅废计这两天也没讲话了 只要国民党不入场 这一个修宪案是不可能通过的 废考建国民党不上车 但是另外一个战场随之而来 到底打真的还假的 罢免大行动 谁会伤得重 现在表格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是霸虑 一种是霸蓝 那这一张是所谓霸虑 就是支持国民党的人列出来的 势力 吴思遥你是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观众朋友很简单 吴思遥他在台北市的第一选区 他所面对的两个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答案 吴思遥面对的是张思刚跟侯汉廷 他们两个得票比 我们用得票比就好了 是50% 吴思遥拿多少 47% 但是这个选区有26万多人 所以我计算给大家看 只要6.6万的票数就是过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票数是基本 只要罢免票能够超过6.6万 他就有可能被罢免 除非反对罢免支持吴思遥的有7万 那就压过去嘛 否则最低的门槛是6.6 好那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斯刚拿多少票 7万1啊 还有侯汉廷的2万8 加起来就有 就是9万了 对差不多10万了 对 所以基本上就蓝绿 蓝白加起来 是可以比这个吴思遥的得票更高的 但是因为 这个立法委的选举那天 是跟总统一起选 所以投票率高 对 你是要办罢免案的话 投票率没有那么高的话 你要跨过6.6 所以6.6是重点的 所以列出来 包吴思遥啦 还有相关的这个 中正文豪的吴佩毅啊 板桥的张宏等等 被列了前10名 最有可能被罢了 不过同时 民进党又去提说 国民党最容易被罢了 我点名岳云之 点名谁一样 所以这些罢免大战 现在目前磨刀磨磨 提出的时间是明年的2月1号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就进一步看到 Computex把所有巨头 都拉到台北来了 包含了 挥达超维美超维 相继扩大投资台湾 当我们变成AI世界的中心的时候 我开始要担心 我们的工程稳吗 我们撑得起 越来越大的电力需求吗 那个大投资大方向 你听郭真哥的 我没有那么懂那个 但是我告诉你 电的问题现在怎么办 来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不是涨电价了吗 3月一次 9月一次对不对 今年的10月 会不会再党第二次 那就看今年的9月 请这边的1,000亿补下去 还亏多少 早就跟你讲对不对 好 那还有一个事情 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电费已经涨了 对 你已经感觉痛一次了 对不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还没有注意到夏天还没到 因为夏天有夏季的 这个用电的那个电费 是不一样的 很简单跟大家讲 算给你看 大概平均每一户都会多430 好不好 所以今年夏天的7月8月 电价还会再更多 大家可能就受不了 因为讲的是平均 对 如果你用电比较大的 你可能家里在卖干面的 那就是这么多 所以电价正在涨 第2个 电阵在跳啊 还在跳啊 一直跳啊 那观众话没有错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么紧盯这个事情的时候 可能几百户 或是一千户以下的 全国新的媒体没有报导 对 到底有没有 有啊 今天是礼拜一 对 昨天礼拜天 礼拜天晚上准备礼拜一要上学 大家欢迎在家里 吃饭 你看到 电视的时候 结果拿着跳电 台中无期有3200户 地下高压设备裤上 会线跳脱 小松鼠撞电缆 动物 下大雨 树枝 很多东西 荣石烧断 就是 对 就很多嘛 所以 这种区域性的停电跳电 一直存在在你我之间 那大家就会产生怀疑吗 你告诉我不缺电 好 那现在目前呢 说法还是不缺电哦 是这个设备有问题 台中一个 另外高雄的前景区 5月3日 晚上9点也是一样 899户 那我刚刚也时评跟大家讲 以往这一千户以下是不会报导 可是现在都有感觉 为什么 就像个网路社群媒体年代了 那一区域的人 虽然他跳电了 对不对 他基本上他还有手机啊 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 他还可以 对他虽然没有 那他还可以用这个4G 他有了那个网路台 回来以后他会po啊 刚刚我们这边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都会把这些讯息弄出去 那观众朋友 所以重点在这里 来 我们就来讲了 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上礼拜我跟大家做了结论 看起来经济部长 国发会主委跟行政长都讲 没有要需要核电 对不对 那没有需要核电 为什么 他说因为电购 那电购为什么一直跳 因为电网不健康 那电购为什么 还一定要盖4阶呢 观众朋友 这个是在基隆的外幕上 我们先前也讨论过 那有一个人跳出来 他非常不满意的 那个人是民进党大佬 王拓的儿子 也是在基隆要推 不要外幕山的四街的王行之 他说你等一下 这里说不缺电 这里告诉你 为什么四街基隆一定要盖 因为缺口是470万千瓦 2025年 对 你不缺电怎么还会有缺口 没错 我再问一次 对 这边不是说不缺电吗 这边有缺口 谈电就自打脸 我当然理解 他意思是说 不用核电 但是在所有的天然气接收站 天然气发电 火力发电 通通造走的状态之下 该阶都给我阶上去 所以经济部部长就讲说 四街没有 替代方案一定要盖 所以基隆会有 还有五街 五街会在台中港 所以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呼吁大家 使用核电的 包含了王博会厂长 核四的厂长 李一敏博士 他就讲说 没什么麻烦 大家都担心空气不好 你就有三年三百亿重启就可以 而且他说很快 核二核三 尤其核三 根本让水油满 核四就可以重启了 但是台电都讲说 对不起 这个评估有问题 我们并没有要重启核电 而且建商院现在还在查 地址看不安全 所以没有用这个事情 那观众朋友 没有用核电 然后要用天然气发电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绿电 来观众朋友 因为现在新的院长 卓冬太上来 我后来也去查了 他被王博会委员抓到说 什么 你要花九千亿 去做绿电 那就这个资助是很大 你注意看 在卓冬太院长 他今年上来之前 去年 其实政府的计划 就有一朝二零三零 我们就是不断的发展绿电 那观众朋友 最后要跟大家讲 发展绿电 第一个钱其实不少 第二个 发展绿电 还有它的风险存在 先前我跟大家讲过 基载电力 对不对 它扮演的时候没有 那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有看过 石门水库泄洪吗 俊阳哥 对 为什么石门水库泄洪 因为水力发电 对 第一个水力发电 第二个是什么 满了 对 我已经满了啊 我不把它放掉怎么办 所以我要把那个水给放掉 所以电也是一样 今天有两个问题 当你用大量的光电 跟风力发电的时候 它的那个电 是无法持续当机载 因为像火力 跟核能可以一直发电 对不对 那你白天发电以后 它发了100好了 用了60 还剩40怎么办 存起来啊 存起来你要用什么存 你要用电池来存 你要用锄电厂 好 先前有电动车 不是撞了以后烧起来 没有办法灭吗 对 一直烧对不对 对 水喷了以后灭对不对 所以电池锄电 都是减死啊 过程不要 所以你要知道 现在斗六的 流浪里 还有浦里 还有我们南部台南道树 在盖锄电厂的人 都举牌抗议了 不好意思 我们不要这个锄电厂 闲物设施 锄电厂很恐怖 但是如果烧起来 你拿爆炸来 说不怎么样 大家反对锄电厂 那你怎么办 你盖那么多光电厂以后 你的太阳能 没有办法除起来 真的没有用 第二个 就算你都能除起来 俊阳哥有一句话叫 他三次十可以工作 对不对 日本也有 日本出现了大量的气电状况 气电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你今天 发了太阳能的电 对 它必须存起来 它必须在电网当中 结果 你没有用完状下来 第二天天天不就亮了吗 是 天天又亮 太阳板是不是又有电了 对 那里面购物 你记得来 它会塞车 会跟水库没有放水一样 所以只好把那个电放掉 多浪费啊 气电率掉到19% 日本啊 所以就是说 你今天你要去看 我们有多少除电厂 没有多少电 如果电没有用完以后 你能不能除 除了以后 如果电网里面还有电的话 太阳能又来的话 会怎么办 会造成它的阻塞 所以光电也不是万能 它的费用也还比较高 只是现在目前赖总统的方案 非常清楚 不要核电 全力光电 而且全力火力发电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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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